而幫助監督的力量更強大呢 請您每天一起跟著我們這樣做 拿出手機 隨時隨地打開中天新聞網APP滑一滑 第一 每天為十則新聞按讚 置底這個小手手按下去變藍色就對了 每一個讚可以獲得一枚望幣獎勵 第二 每天寫十則留言 每一個留言都可以獲得一枚望幣獎勵 第三 每天分享十則新聞 每一則新聞的分享可以獲得一枚望幣獎勵 望幣越積越多就可以兌換快點購折價券 或是特別好禮喔 每天滑一滑中天新聞網APP 做好支持中天三步驟 十個讚 十個留言 十個分享 讓監督的力量更強大 歡迎收看全球大事業 我是林家元 全環動起來 我們點點餅好嗎 告訴我您在檔案城市 一起來視頻收看 我們已經 已經怎麼樣呢 來到了百萬的訂閱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按讚訂閱 重點是分享 然後衝高更高的訂閱數 一起來熱烈歡迎 前立法委員郭正亮才能討論 答片 好 一開始還是要請大家 來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現在有最新的活動 周周抽獎 你看到第一個 包括的是 銀達旅行社提供的 日本等地來回機票 還有追風奇幻島樂園的門票 米特才藝中心的課程抵用券 還有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的門票 還有新北水岸河濱自行車的 租借的優惠券 宜蘭蘇澳利獎的衝浪的體驗券 小七咖啡都有 趕快來下載中天新聞APP 我推薦代碼CTI627 還有三位小編 CTI126 CTI197跟CTI114 另外旺旺集團舉辦的 第三屆校競獎 已經可以報名參加了 也請全球華人 一起來熱烈響應 好 今天要請亮哥 來聚焦哪些話題 我們一起來看看說 美國現在一邊打壓中國大陸 一邊又想跟中國大陸合作 第一個來看到的是 布林肯他6月18號到19號 訪問中國大陸了 好 現在最新消息是 在今天早上的熱點 就是中國大陸的財政部這邊說 中美雙方商定財政部長 葉倫7月6號到9號訪華 好 葉倫其實在28號就已經說 訪問中國大陸要重新聯繫 大陸有新一批的領導人 團隊 希望能夠了解的 但是美國財政部官員說 這次訪華不會有重大的突破 好 那可能會見到何立峰 然後拜登會不會跟習近平 有一些相關的會晤也引發關注 好 但是葉倫這一次來中國大陸 很大議題大家都關心 會不會又想要來賣美債呢 美國財政部將在四個月內 要發行8500億的美債 然後2023年年底要發超過 1.1兆的美債 現在美債已經超過32兆了 然後每年還需要9600億的美元 來支付他的利息 但是亮哥今天自己在他直播的 節目當中說了 說你要中國大陸買美債 不可能 不可能 為什麼 這個紐約時報 剛出來紐約時報 有提到葉倫要去談什麼 不過基本上 美債這種議題他不會寫出來 不會寫 我坦白說 葉倫如果真的要去 你總要先表達善意吧 關稅就歸你管了 對 你還卡我那個 你就直接說我貿易戰 我們認為該結束了 不跟川普一樣 所以你就把那個關稅 就大幅減讓 這個葉倫就可以做到了 而且也是拜登的立場 拜登選舉當年就這麼說 對 所以我是認為除非 葉倫帶來這個好消息 有禮物 就是說貿易關稅 我們決定要做大幅的減讓 還有事實上當時中美有那個 中美經貿的第一階段的成果 對不對 第一階段的協議 就是後來你給他打科技戰 所以整個都翻了 對 就是我們中國大陸 可能幫你一些 3000億的東西等等的 就農產品 農產品 幫你一點 你打了一間科技戰 我幹嘛要旅行 所以就停了 那時候就停了 對不對 我是覺得他如果 想要在這種議題上 因為坦白說 他本來就會見 何立峰這樣的人 因為以前是劉鶴 對口 大概每年首席經濟幕僚 都要對口一次 所以既然有新班子 大家就互相認識一下 這個理由是正當的 可是你說會期待有什麼 重大具體議題的突破 那就是想太多了 因為具體議題也有人提到一個議題 說大陸7月1號 剛開始實施那個反間諜法 引起有一些美國企業 憂心重重罵 那葉倫可能要來探底 說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有列了好幾個 他們定義為間諜行為的罪 所以我覺得這個表面上 我覺得表面上大概是提這個 不過你要知道 葉倫去滿多天的 對 很多天 7月6號去了 對 到9號 4天3夜 請問布林肯去多久 才18 19而已 是 2天一夜 One night stand in Beijing One night in Beijing 對不對 葉倫是3 nights in Beijing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因為我看到 我怎麼去那麼多天 所以恐怕也會談一些具體的問題 不是只是廣義的說 我們交換意見 你對全球經濟怎麼看 這個太 你對你中國到底財政上 貨幣政策上要怎麼弄 不 這個也會有 可是如果是 我會只是這樣子 如果是兩天一夜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可是 泛泛的講 四天三夜 這個 所以讓人家覺得 應該有一些具體的問題 對 有一些具體的問題 的確中美之間 貿易也真的是滿大 也的確需要來好好談 但是美國就常常是 一邊想要談 一邊又打壓 我們今天也會講什麼高科技 你又在打壓大陸 然後尤其還是在葉倫 你訪問之前 就有這個消息傳出來 為什麼這個美債很關心 因為美國 大陸三月買的美債 大概205億的美債 回升到8000多億的美元 它已經之前是12年半的新低點了 然後到了4月的時候 又減了4億的美債 來到8689億的美元 日本還是第一大沒錯 然後大陸的貿易 你可以看到跟東盟還是第一大 2.59兆人民幣 同比增長9.9 出口跟進口都是增長的 歐洲是第二大2.28兆 就1到5月的進出口的狀況怎樣 美國的部分是下降的 只有1.89兆 然後對美國出口是1.38兆 對美國進口是5000多億的人民幣 你看出口是下降了8.5 其實還滿多的 對 所以它總的 出口只增長0.3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東盟 就是主要增長的 16.4 是 所以拉動了 而且東盟是第一大 美國是第三對不對 所以你也看到RCEP是有效的 對 當然是這樣 就是 帶動東盟 事實上也表示 中華大陸的貿易會越來越 多元 可是亞洲還是最大的 對 就是 不是都是在美國這樣 對 你如果再把韓國 日本都算進來 還有台灣 所以它亞洲貿易就滿大 所以 美國為什麼會短少這麼多 因為美國當然有很多東西 變成不能賣 對 必須轉過東南亞 我們隨便舉例 比如說太陽人模組 你就轉到東南亞 三到四個國家 拜登之後還把它延長 可是出口 其實是大陸的東西 你的貿易就會變成跟東南亞 等於說你就沒有算在 大陸出口 而是轉到了東南亞出口 那個是美國的部分 我講的是中國的出口 中國出口就不算是 它出口到美國 而是出口到東南亞 對不對 所以它才會東南亞多 然後美國小這樣子的意思 對 當然是這樣 可是實質上 有很多項目可能只是一個 轉帳而已 本來就是中國賣到美國 那洗產地 從東南亞洗過這樣 所以我是認為 你如果去看細項 可能差別也不大 OK 這就表示這個結構其實滿穩定的 結構很穩定 但是美國嘴巴在那邊講 怎麼脫鉤等等的就是做不到 他現在已經承認了 現在 做不到 現在事實上脫鉤這個詞 已經沒有人在講了 變得Risky 連CIA 博恩斯都已經講說 那是愚蠢之之 對 這個博恩斯 他說對中國脫鉤很蠢 但是還是應該要分散風險鏈 不過韓正最近也說了 全球經濟化是不可阻擋的 歷史潮流 去風險不合作才是最大風險 李翔也說你炒作去風險 降低依賴就是偽命題 我認為大陸講的是對的 因為事實上現在 為什麼會有通膨 供應鏈的斷鏈 也是通膨的原因 因為變貴了 比如說你什麼東西 都不能跟大陸買 你要造一圈 也許是增加運費 或者是增加採購的成本 因為大陸性價比比較好 比較便宜 然後他量大 對不對 然後你如果現在 中華大陸已經是 141個國家最大貿易夥伴 如果你現在還要來扯 這樣我太依賴你了 請問你這個世界上 還有哪個國家有這麼大的量 對不對 你說要你去印度嗎 印度品質有問題 印度GDP才3兆 3兆能夠有多少未納量 重點是他的製造業也不行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同樣的東西你要去哪裡買 沒錯 這個有一點 我是認為 也沒有人刻意導致這個結果 可是實際上他就是世界工廠 現在又加上他是世界市場 所以世界工廠 所以他出口多 世界市場所以他進口多 就是這樣 所以有一些人 乾脆就直接到中國投資了 那就直接就 等於是 中國的FDI投資也多 進口也多 出口也多 這個是 因為他是貨品貿易的 No.1 沒有取代對象 因為他是貨品貿易 他是製造業為主 所以才必然有這樣的結果 對 你也沒有辦法跟別人 比如說蔡英文 民進黨跟中國大陸並不好 結果我執政這7年 對中國跟香港的依賴度 衝到42了 這個是沒有辦法避開的 不然你要賣到哪裡 沒有地方去 有這麼大的量 你要賣到哪裡 對不對 這很現實 是 真的很現實 經濟是理性的 但是美國 因為跟中國大陸沒有辦法脫鉤 現在換了一個說法 說de-risking 但是這次葉倫去中國大陸 為什麼引發很大的討論 是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現在看起來就是沒有那麼好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這個氛圍 中美之間的氛圍是怎麼樣 然後美國也當然希望 美國怎麼樣 你大陸買一點美債 但是氛圍不好的話 你怎麼叫大陸買你美債 買美債的意思就是 我借錢給你 對 你每天在敲打我 我要借錢給你 有哪些敲打的 這太多了 就在前一天 荷蘭 阿斯麥爾不是 DUV要經過政府審查嗎 對 以前DUV 三款DUV的機型 都是可以自由買賣的 沒錯 突然之間從9月1號 要改成審查制 審查制 美國現在也在醞釀 讓私募基金不能夠投資 中國的人工智能公司嗎 對 而且可能還在醞釀 連這個英輝達NVIDIA的 這個A800的晶片不能賣 本來那個是專門 for中國大陸做出來的晶片 而且沒有違反技術規定 對 結果你連這個都不能賣 我跟你講 你如果說是先進晶片不能賣 有關先進晶片的先進製程不能賣 這個我們還可以理解 這個就是用技術門檻 這個叫項目制裁 你如果說非先進的成熟製程 DUV也不能賣 然後非先進的圖形晶片也不能賣 你這個就是在全面打壓別人 是 全面打壓別人就 這個透露著極大的敵意 對 不然你怎麼會幹這種事 對不對 更不要講之前你 說習近平是獨裁者 還有這個美國的海警船 還進入台灣海峽 很多事情 而且就在最近這 這幾天而已 兩個禮拜陸續發生 而且還特別是 就是布林肯訪華之後發生 對啊 還有一個 就是芬太尼的反毒 對 那就突然之間 針對你的企業給你制裁了 而且那個大陸很深層 抓了兩個人 說你是誘導的 就是在斐濟 釣魚市 在斐濟 他在斐濟就誘導了 兩個中國公民 說你介入這個芬太尼的貿易 就把你抓起來 然後引渡回美國審判 這個 太多了 你明明就是要跟中國大陸 做芬太尼的反毒的合作 結果大家還沒開始談 你就把人家幹下去了 對啊 那你這樣是要幹嘛了 是 那我還要跟你談什麼 因為你等於是先發制人 對啊 我們還沒開始談 你就先垂下去了 這樣怎麼弄 蒙談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氣氛不好 然後你看葉倫要來訪問 大陸 然後搞了半天 你又剛剛亮哥講了 他們剛剛至少五六項 都是打壓別人的 對啊 這個氣氛不好 我中國大陸為什麼要借你錢 對不對 不過美國也真是 我跟你講美國真的 我是想不通他的邏輯 四個月內要發行8500億 你去想一想 這個如果不多 找一點海外的買家來買 你怎麼辦 因為他真的不能在美國自己買 你美國買的話 銀行錢都用去買這個 等於是就凍結了 都凍結 那個8000多億 你就沒有辦法去借貸什麼的 可是多少還是要自己吸收一些 就是我們都說64 國內6 國外4 這個是好的狀況 事實上已經跌到73左右 國內要7 因為國外賣不動 當然是賣不動 我認為現在搞不好連3都沒有 連3都沒有 那美國當然很緊張 8500億 3是2500多億 也是很多 很大的錢 拜託 你看中文大陸你看 好不容易在3月的時候買 也只有買205億 剛剛亮哥講的是2000多億 2000多億你等於是4個月 發行之後 你總要在3 4個月要消掉 是 等於是一個月要買多少 天啊 能夠買的也只有 大陸 日本 頂多英國 英國也不多 就不多 他們經濟都下行了 所以當然需要 中國多買一點 然後你氣氛又不好 為什麼要買你這個賬 另外再來看到 你說要脫鉤 鍛鍊等等 現在歐洲也不要 然後都說de-risking 不要說所謂de-cobling 所以來看到 歐盟27國有統一對華的立場 美國現在被說 你有點孤家寡人 因為人家不跟你一起 歐盟峰會說 繼續跟大陸保持經貿的關係 而且的確有提到 是制度性對手沒有錯這個字眼 但是是排在夥伴跟競爭對手之後 才是制度性的對手 蕭茲還說 我們這個峰會 沒有人再去討論脫鉤這個議題 對 那事實上坦白說 這個而且都是概念 他幾乎沒有具體的說明 具體的說明都是針對俄羅斯 這個事實上也是一種處理方式 就是不只是概念 他競爭對手也不是 他是講制度性的對手 因為中國制度本來就跟你不一樣 是廢話 這個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看 具體項目怎麼走 比如說我們隨便講 比如說漢堡港 一開始也有意見 後來就降低持股到24% 24.99 沒有到25 就是那個也是一種處理方法 也就是降低比重 可是不是禁止 對 我認為 我覺得大陸就是希望 你給我明確的標準 讓 我覺得他現在在對外做一個訴求 就是說我大陸就是 希望一切都能夠明確 你如果跟我來往 保證是明確來往 一切都朝向制度規範的軌道 不會有那個政治力的介入 突然做了變卦 讓人家不可預期 然後造成了傷害這樣 我覺得他大概就是要 逐漸的建立這樣的默契 所以為什麼他要推 對外關係法 還有前天 前天他又推出一個叫 自貿實驗區 自貿港 跟國際一些自由的措施要對接 我覺得這個是在準備 跟CPTPP對接 可是也突顯出 我真的是要改革開放 我要做更高質量的開放 大概是 我覺得他不斷的所有的立場 都是在表明這一點 所以儘管有所謂的對外的關係法 這個是一種反制的做法 但是大陸開大門走大陸 這條路是沒有變的 的確剛剛亮哥特別講到CPTPP 現在大陸7月中的時候 也在紐西蘭要遞建 中歐投資協定力還要拖多久 這其實也是一個 跟歐洲喊話的一個感覺 因為這等於就是跟歐洲講說 這個事實上 CPTPP是公認最高級別的FTA 對 本來他要把這個好處 先給歐洲 中歐投資協定 可是歐洲那個 2019之後就停了 我覺得他等於是在跟歐洲人說 你都不要省是不是 你都不要省 那我那邊就先了 那就是從亞洲開始 對 從亞洲開始 所以大陸原本是讓利給歐洲的 歐洲你自己卡 卡關了 但是中華大陸沒有辦法等你 所以剛剛亮哥說了 做了很多自貿的一些改革 而且自己的體質也改革 這個加入CPTPP 最高規格的自貿 他都能夠進行加入的話 所以中歐投資協定 你還要卡多久 恐怕會卡掉的是自己歐洲的未來 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好 我們說中美的博弈呢 美國希望在中國大陸周遭呢 但是有常常炒作 東海 台海到南海的問題 但是針對台海問題 沖繩很擔心 琉球很擔心 擔心說什麼呢 台灣有事就會是 不是一定是日本有事 而是沖繩或琉球一定會有事 所以他說絕對不能把戰場 捲到了沖繩 琉球這邊來 我們看看沖繩的知識 郁城丹尼 他說7月要訪中國大陸 而且他在訪問之前的時候 被他們這些相關的一些議員有問 針對釣魚台的問題的 這些行動的話 郁城丹尼 你這次訪華 你會說什麼呢 他說我們會談時 不會提及這個釣魚台的問題 然後被問到釣魚台是誰的 領土要怎麼應對 他說我不發言也是一種選擇 然後這個我們沖繩這一次 只有負責經濟跟文化的交流 你這個主權問題 是日本政府要做的事情 好 這次產經新聞就說 郁城丹尼跟這一次 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 一起來訪問大陸 是7月3號 然後還要訪問福建省 2019年4月的時候 郁城丹尼也跟當時的 國務院的副總理胡春華有會晤 然後談到一帶一路 還說我希望中國活用沖繩 好 郁城丹尼其實很特別 他說中國大陸跟沖繩的關係 交往追溯到600多年前 然後還有包括1997年沖繩跟福建 也地位友好的縣省的關係 他說日本70%的美軍基地就在沖繩 沖繩要極力要求日本政府 切實減少縣內美軍基地 確保不會受到衝擊 沖繩跟台灣好近 所以針對台海和平當然也很關心 但是絕對不能讓沖繩捲入戰爭 事實上中國大陸絕對不是針對沖繩 是針對美軍基地 當然是 而且坦白講 你美軍基地如果不介入 他也不會理你 他沒有必要去打你日本 就因為你可能介入台海 所以才會成為目標 中國大陸如果判斷你要介入台海 他當然就會做源頭打擊 所以沖繩就會變成攻擊對象 因為沖繩完全是平的 無險可守 不管是家手納 普天間都一樣 而且我們都知道二戰 沖繩死了多少人 所以當地的老百姓是很有感的 所以當然他併入日本之後 日本政府是有給他一些 經濟上的補助 可是你把我這裡弄成了 軍事要地 然後大家都陷入一種 這個戰爭恐慌之中 因為這個姿勢是連任成功 事實上日本製品黨 是想把他搞掉 沒有失敗 所以我覺得他也滿有政治智慧了 就是基本上 他這次會見到習近平 而且他也看到了習近平在 中國版本館 在那邊講到了 福建福州的移民 所以有36姓 移民到琉球 而且這個琉球 琉球本來這跟中國歷史 是密切相關的 你如果講600年 那就明朝了 這也是事實 當年 當年琉球是被日本佔領的 琉球亡國 照理講日本敗戰之後 琉球應該要回到 中國的懷抱才對 對 是 論法律是這樣 對 結果那個時候 當然就是因為中國 國民政府沒有海軍 所以就在要求沖繩回歸 那個事實上叫琉球 我認為內部產生不同意見 後來當然就發生國共內戰 所以這個問題就 事實上本來是美國代管 美國在1971年把行政管轄權 交給日本 可是這個並不等於主權 對 是 因為我們看開羅宣言 看波斯坦公告 基本上日本的領土 就只限於那四個島 對 這邊我們補充一下 波斯坦公告的綱中 第八條 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而且日本主權必將限於 本週北海道九州四國 以及無人所決定之 可領有的相關小島在內 其實沒有提到的是沖繩 那個無人就是講 中國 美國 英國 對 就是三方的 波斯坦公告討論的那幾個 是開羅宣言的那些 對 所以顯然 這個琉球或者日本 把它改名叫沖繩 日本是沒有主權的 所以既然沒有主權 理論上沖繩的老百姓 就有自覺的權利 他實際上可以發起公投 對 獨立公投 當然 我們當然知道 這個沖繩目前獨立運動的力量 並不大 可是至少民選的領袖 你日本要尊重 對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打這張牌 是滿聰明的 就是說你日本 如果整天到晚那邊炒 台灣問題 那我就來跟你炒琉球問題 是 也是有招的 當然 因為琉球這個地方 因為美國已經把70%的基地 都放在琉球 沖繩 這樣搞下去的結果就會使得 美軍或日本自衛隊 要在沖繩設置軍事基地 會失去正當性 對 因為當地的老百姓都反對 那你又沒有我的主權 你只是得到行政管轄權 那請問你設基地 你有經過我的同意嗎 沒有 那你還放了70%都還在這裡 是啊 所以搞不好就會因為 這一個事情然後衍生出來說 不然我們來公投 看我們要不要讓你設基地 我覺得中方的磨略 就在這個地方 他也要向琉球表達善意 就是說我們可以跟你好好互動 而且上面琉球市上 有很多是以前福建的移民 所以我們也關心 琉球未來的發展的狀況 而且也不希望你被捲入戰爭 其實這些立場 因為我就看到玉成丹尼 聽到習近平 在那個版本館講的話 他直接呼應 他說習主席講得真好 你知道嗎 所以日本人聽了大概 臉都發黑了 大概是這樣 對的確如果說真的要論法的話 日本你的確有可能站不住腳的 另外再來看到 中國大陸也有這個底氣 因為如果真的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的話 第一個一定是沖繩 因為你有美軍基地 尤其最近 中國大陸 6月29號到30號 07527艦 這個廣西 他怎樣 就通過了琉球群島 進入到西太平洋 意思他就是有這個能力 其實對於日本 這些有一些威者的做法 好 剛剛亮哥一直提到就是 習近平主席 他在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的時候 就提到當時獨立的琉球王國 就現在被改成沖繩的 跟福建的歷史 他說我在福州工作時候 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館 琉球墓和琉球的淵源好深 當時還有閩人36姓入了琉球 好 這件事情不是第一集 其實我跟你講 我還有上YT去看一些琉球 當地的觀光影片 台灣人跑去玩 很多地方真的跟台灣很像 真的 事實上他 他雖然是講日文 可是那是因為被日本管理了 被他佔領了 他的形勢作為就不是日本人 OK 比較像華人 比較像華人 OK 所以他跟台灣就很親切 然後他還會講一些台語 有人會講台語 對 閩南語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坦白說 他如果是福州的話 那是明北的話 OK 不過我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有一些律史的曲折 因為這個蔣介石 是要負一定責任 因為我坦白說 我是看到了一些故事的報導 說羅斯福跟蔣介石有貪 琉球歸屬的問題 然後他就聽蔣介石講 蔣介石當然就講東北 澎湖 台灣 羅斯福有點嚇到 他說你怎麼沒有講琉球 因為美國人那個時候的想法 琉球就是中國的 就是清朝被佔領 清朝被佔領 台灣也是 對 所以就要歸還 所以他 那時候他就想 這個應該是要歸還給中國的 結果他沒有提 他是有點意外 因為琉球是 在台灣的東北面 那個時候基本上 你一定要有一些海軍的力量 你才有辦法助手 國民政府那時候是 沒有這個能力了 所以內部當然就產生了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看到的有一些報導是 有些人就歸咎 蔣介石沒有下一個 毅然決然的下一個決定 說這個中國要接管 後來就你知道就內戰了 內戰之後你也知道 因為國民政府節節敗退 有一些人就 也想要得到日本的協助 就變成這樣 所以就複雜了 複雜了 歷史一拖之後 現在大陸又讓大家喚起了 這個琉球 這個他的主權 其實日本不見得擁有他的主權 尤其是這不是第一波 最近因為習主席再講次 這一次的話引發討論 在2013年的時候 人民日報的社論也有提到 這個就是發生在釣魚島 國有化的時候 是 那個時候 事實上發生過兩次 還有一次是保釣 OK 保釣那個時候 因為大陸剛好要跟日本建交 所以他也不好提出這個議題 那是建交正常化那時候 第二次就是釣魚島國有化 結果兩岸 因為那時候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跟大陸的立場是一樣的 就說琉球不是你日本 所以他就從釣魚島的問題 就扯到了琉球的歸屬 對 所以你看 剛剛亮哥特別說 習近平主席很聰明 這個時候提到的琉球 這是一張好牌 值得再盡時關注下去 好 我們再來看到是說什麼 現在不只是日本的問題 其實還有包括在中東的部分 現在很多國家 也越來越靠向了大陸 當然來看到是說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說 他7月也想要訪問大陸 他也發聲明說 我們證實了他要訪中國大陸 然後以色列總理還說 中國大陸介入中東不是壞事 這迫使了美國增加在 中東地區的參與 他也拒絕原汙 鐵窮 這些相關系統 以免落入了伊朗 為什麼他去中國大陸很重要 6月14號 這個習近平主席 就跟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 舉行了簽字儀式 說願意推動以巴德和台 還有這個禮拜的重中之重 就是7月4號 習主席要出席上河組織 並且發表演講 然後還有包括普丁 普丁總統他也要參加上河組織 也要發表談話 上河組織就已經把 像是伊朗 還有包括沙特 他們通通都納入到了 這個集團裡面 所以他們都可以情報的交流 等等的 所以亮哥你怎麼看 中東的發展 這一次的上河會議 我覺得會滿重要的 雖然印度故意把它弄成四平會議 可是習近平還是認為重要 他要發表演講 沒錯 因為今年剛好是 7月要開上河會議 8月要開金莊會議 然後9月是G20 我認為未來會逐漸的成形 就是說 處理中亞到中東這一塊 上河會議會越來越重要 金磚就是全球性的 金磚會偏經濟 上河我認為會偏政治跟軍事 因為他本來就是以反恐來開始的 中亞到中東 這裡面當然會有很多 反恐的議題也有 可是更重要的是民主和平的問題 就是和平的問題 坦白說那個納坦尼亞胡 昨天剛有一個新聞 就納坦尼亞胡的兒子 出來報了一個料 說街上那些抗議的民眾 是美國煽動的 就是他們因為最近有一些事 司法的改革 然後常常有人出來抗議 然後現在亮哥剛才補充的時候 所以坦白就是說 他現在跟美國關係不好 很差 納坦尼亞胡本來就不喜歡民主黨 他比較偏共和黨 這個時候他當然會想 我跟拜登又不好 我不如讓大陸的力量進來 看你美國會不會來對我示好 因為拜登也不接見他 也沒有邀他去美國 而且美國不可能跟巴勒斯坦好 對 所以美國只能夠站到以色列這一邊 如果中國力量進來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在玩政治 而且坦白說 這有點形勢比人強 就是你現在是 順泥跟什葉都和解了 接下來這些阿拉伯 包括波斯或者廣義的 伊斯蘭的兄弟們 就要過來幫巴勒斯坦了 那他慘了 你撐得住嗎 對不對 你真的能夠堅持你那些主張嗎 耶路撒冷都是我的 我不要跟巴勒斯坦分享 還有屯梗區 你就給他霸佔者不退 這說得通嗎 對 所以我覺得他大概也知道 這些問題即將來 所以他不能夠不跟中國 有點交情 不然誰能幫你呢 因為那些伊斯蘭的國家 沒有一個國家會挺美國的 對不對 所以誰能夠當中間人 來兩邊協調 大概只有中國 是 大概只有中國 因為大陸跟以色列也關係很好 跟巴勒斯坦更不用說 他支持他的兩國方案 然後遜尼派跟什葉派 也都是因為他促成了 世紀的大和解 所以中東的這一塊 本來是一團合心 美國也會擔心了 現在連以色列也要怎麼樣 失守了 真的 美國的支點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尚核組織為什麼這次 引發很大很大的關注 因為尚核組織 是大陸為首的一個 要反恐為主的 剛才亮哥特別說了 現在這個政治 還有包括軍事的這一塊 尚核組織會更加持重 尤其普丁他也要去 所以習近平跟普丁的說話 是不是也是讓尚核組織 引發很大的關注 阿富汗沒有中俄合作 根本沒有辦法處理 比如說阿富汗的問題 對 阿富汗的問題 很多國家就會關心 美國就是放給他爛 而且還沒收人家的錢 不是 可是 就是中俄要聯手協助處理 因為塔吉克斯坦 因為他的北方聯盟是塔吉克人 那個本來是在內戰的 塔吉克斯坦可以搞定 那就是俄羅斯的地盤 下面是巴基斯坦 就普什圖人 所以我說這裡面都有很多議題 本來是反恐為民 未來會更多的是在處理 這個和平的問題 從阿富汗一路到中東 有太多國家的和平的問題 變成因為伊朗跟沙特都加入了 所以這裡面就變成一個對話的平台 變成這樣 因為這個剛才特別講的說 伊朗 伊朗現在已經正式宣布 俄羅斯說 7月4號就要獲捲 加入少俄組織的成員 因為沙特已經在裡面了 所以這裡就變成沙特 跟伊朗的一個對話平台 以前沒有 他們如果透過雙邊 坦白講還有信任的問題 如果來這裡 有中俄兩個老大在這裡 就是不會亂來 大家不敢亂來 所以講話就比較 會比較實在的 借用這個平台來做溝通 金磚很可能 伊朗跟沙特也會參加 沙特已經表明了 金磚要參加 對 所以他會 未來可能就會變成 至少這裡會先 OK 我們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情報對戰 是 就至少避免誤會 這裡就會變成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講真話的 國際平台這樣 可以一個比較能夠對話的 因為美國現在你可以看得出來 不斷的在中國大陸周遭挑釋 或者是一些圍堵 看起來都破功了 中東的這一塊是如此 亞洲的部分也是如此 尤其日本其實很大的關鍵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為什麼 王毅最近也出招了 王毅出席了 是中日韓合作國際論壇開幕式 而且至此他提到很大的話 都是要對日本跟韓國 來進行喊話 他說最近幾年 我們個別域外的國家 為了謀求地緣私利 渲染意識形態 然後有很多排他的小圈子 以對抗取代合作 分裂取代了團結 讓這個發展的話 就會嚴重干擾中日韓的合作 順利推進 也會加劇地區的緊張局勢 他說中日韓三國 應該要是怎麼樣 健行開放的地區 弘揚包容的亞洲 因為我們都是共同的家園 委員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有一個 具體的機制來運作 這個就要看 三國願不願意重啟 中日韓的FTA 對 本來之前有說 有在談 中日韓的FTA一定比RCEP 要更高階 當然 因為中日韓的東西都比較多 我認為可能會比照CPTPP 那都是高階 那就非常高階了 對不對 因為RCEP你要考慮到 東南亞國家的狀況 比較農特產 因為總之你要有一個議題出來 對這三個國家來講 政治跟軍事不容易 對 那就從經濟開始 所以我覺得要看 他們願不願意重啟FTA的對話 當然CPTPP 中國也要參加 所以大家早晚還是會碰到 可是那個可能會拖比較久的時間 對 因為CPTPP 還有一些包括加拿大 可能會阻攔等等的 但是中日韓的 如果說這些FTA如果簽訂的話 也讓中日韓的關係 能夠走得更好 尤其是美國是不斷的拉 他們在政治跟軍事上合作 一邊是軍事的合作 誰會得利呢 關懷繼續說 出遊、旅行、運動一咖 容量大又好裝的包包真的很好用 背著中天Keep Going健身包 預請主播準備好要去度假了 Keep Going健身包帥氣黑款 小豪主播的休閒風很有個性 皮外套加Keep Going健身包 雅婷主播的輕旅行Style 提起Keep Going健身包 和陳佑主播下班後相約健身房 中天文創品牌Keep Going系列 運動副鞋帶健身包 帥氣黑太空銀共兩款 即刻入手請上快點Go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好 我們看中美的博弈 最近美國不斷的打壓中國大陸 布林肯還說什麼 我們會繼續做讓你不開心的事情 但最近你看 這個崔天凱 他其實也有最新的說法 其實也是對著這個布林肯說的 你美國常常說什麼 中美要設置護欄 崔天凱說 兩國關係已經走在錯誤的軌道上 護欄又有什麼用 需要確保兩國關係走在正確道路上 護欄才能起作用 另外再來看到 布林肯說 會繼續做中方不喜歡做的事情 不喜歡的事 說中方不喜歡說的話的相關言論 崔天凱說 中國從來也沒有指望美國說的話 做的事會讓中國喜歡 中國也沒有承諾說 要做美國喜歡做的事或話等等的 但關鍵是雙方需要找到真正的相互尊重 實現和平共處的方法 而不是誰要讓誰喜歡的問題 我們來看下一張 亮哥你怎麼看 第一個包括崔天凱的說法 還有中國大陸最近其實是滿多 不讓了 有一些底氣 而且有一些做法 金燦榮老師特別說 中美關係進入世紀的博弈 另外再來看到不再忍讓 也有一些相關的做法 中國大陸駐美大使謝峰 他遞交的國書 然後你看他穿著 還有跟拜登的互動都引發關注 他當然有說 中美關係應該有些相處之道 趕快指摘走穩 他穿的衣服是中式的服裝 中山裝 對 中山裝 有改良過了 有改良過 比較現代Fashion感 然後富人穿著是紅色旗袍 展現是大陸外交的不卑不亢 而且拜登的手 你看這一張會比較清楚 緊緊握住了謝峰的右手 你看握完之後這個左手還在上面 好 另外這個是 大陸展現出來一個態度 肢體語言 另外還有包括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決議 說允許美國能夠加入教科文組織 但是大陸投的是反對票 為什麼呢 大使他就說了 美國你之前沒有按時繳納會費 加入這個組織是應該合作的 而不是抵制跟對抗 意思就是你怎麼加入 就是為了對抗大陸 這個教科文這個投票只是個姿態 對 姿態 因為大陸知道還是會過 打不住 謝峰到白宮遞交國書 然後得到拜登的親自接待 還照了照片 這個其實是比較罕見的 因為秦剛當時是沒有的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標題不應該叫 中國不再忍讓 是 這應該是說 美國改變的態度 美國變了 美國還是要有一些 有一些 跟中國還是要打交道 對 上你前面那一頁 崔天蓋講的是外交的真理 外交當然就是這樣 可是布林肯他是在對內 做大內宣 原來他國內有需求嗎 是這樣意思 就拜登在選舉 他必須幫他造勢 亮哥之前也說 因為布林肯回去的時候 就被說 完全沒有做出任何的事情 然後被共和黨罵翻了 所以他必須要表態是這樣 他就是講政治話 坦白講 因為習近平沒有選舉 拜登明年選舉都還不一定會上 對不對 對 所以布林肯那個完全是政治語言 OK 就是選舉語言 你說布林肯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整天到晚在講說 我不一定要講話讓你喜歡 坦白講布林肯也不是這樣的人 可是就是 你就是卡住了 這個我也不會怪布林肯 美國政治體系 我是要怪就怪拜登本人 拜登 因為是你拜登自己猶豫不決 導致今天的結果 然後你自己亂了套 讓你下面的各部門 各行其事 比如說你商務部一直出招 你是在幹嘛 一直卡別人 那就是商務部 對不對 那個坦白講 又不是布林肯幹的 對不對 布林肯你說 你沒有取消李尚福的制裁 這個確實布林肯要負責任 你如果要論責任 那這一點是他的責任 那據我瞭解 白宮內部有過不同的爭論 布林肯是主張要取消制裁 是 蘇利文反對 OK 所以還卡到國家安全顧問 國安顧問他就跟布林肯講說 我們現在才間諜氣球剛過 我現在又要取消制裁 我不是試做了 我跟你講 白宮這個體系就是到處都充滿 這種奇奇怪怪的計算 所以布林肯就是總的背大黑鍋 就是這樣 誰叫你的 跟你蘇利文就搞這種東西 拜登猶豫不決 搞到最後 你根本就是里外不是人 就這樣 是 里外不是人 可是對不起你是外交部長 就要概括承受 你要概括承受 對 所以大陸現在是怎麼樣 也要看你的觀其眼提提醒 不是好像來大陸 好像滿說了一些大陸喜歡聽的話 回去就不一樣了 失去信任就會這樣 失去信任就會這樣 你就是常常這樣子 也不能怪大陸 因為你一邊合作 一邊又捅了一堆刀子 然後大陸最近6月28號 有通過了對外關係法 這個其實兩個非常精闢的解析了 其中兩點引發最大關注 第八點 任何組織和個人違反了 本法和有關的法律 在對外的交往當中 從事損害國家利益活動 就會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這第八條什麼意思 為什麼西方很擔心 因為他不限於中國國民 任何組織和個人 那是任何國家的組織與個人都算 所以當然有一些人就把它衍生 說這個是不是 中國版的長壁管轄 他不會這樣講 他有過一句話 戰狼那個電影你看過你就知道了 就是犯我中華誰遠必豬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你只要犯了我的主權 安全跟發展的利益 我會追究到底 可是這個也有點像是反制的 因為你對我這樣子 你跨過了國界 美國就這樣搞的 不然斐濟那兩個人 怎麼會被抓回去送審 不就是這意思嗎 事實上中華大陸也搞過這種事 並不是沒有 只是說他沒有弄在法律裡面 把他寫得這麼清楚 比如說也有那個維吾爾族的 在東南亞被抓回去受審 也有 可是那個是國民 他這個寫法不一定是國民 對 所以西方人當然 事實上也不只西方人 就其他國家就會說這一條 這一條的意思就是 你要對其他國家 只要他對中國的國家利益 可以有所損害 做了某些活動 比如說 香港反送中的時候 國泰航空 匯豐銀行 可能有一些英國人 就給你搞東搞西了 了解 可能也有美國人 你就是被我盯上了 就是這樣 對 這個是第八條 好 第33條也引發討論 關於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 危害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權採取相應的 反制和限制的措施 然後國務院及其部門 制定必要的法規 還有規章 建立相應的工作跟制度等等的 這個就表明了 未來中國大陸各部門 就會整合出相關行為 相關對象的管理辦法 他這個也不是講因 他是講有權 有權 他也不是每一件事都要反制你 比如說 我覺得他這樣寫是 有政治上的考慮 比如說荷蘭這件事 ASML 我覺得大陸當然知道 荷蘭是被逼的 被美國逼的 這個荷蘭首相也去見了習近平 ASML的CEO也 講那麼白了 講那麼白了 他就是被美國卡到了 所以我認為未來的實際作為 可能會有一些彈性的做法 因為據我的瞭解 ASML一年 大概生產354台機器 賣到中國的DUV 大概是81台 很多 是啊 很多 20幾% 22% 他也許就是 審查的時候 看什麼時間 中美關係比較好 我就跟你說 就放了 大概是這樣 對 因為美國 你看亮哥特別講的是說什麼 美國的確是想跟中文道德合作 不然你拜登怎麼會 態度變了 你明明就是這樣子 態度自己變了 搞了半天又怎麼樣 又搞了這一招 你看6月30號 又拉著荷蘭說 對於未來的ASML 出口的DUV DUV是比較低階的 EUV不能賣就算了 DUV的生子外光的 光刻機設備到中國大陸 還必須要事先許可 9月1號選手 我跟你講這個 在政治意義上完全不同 EUV你還可以說 是類似像瓦森納協議這樣 OK 我對先進製程 先進晶片做制裁 DUV這個是成熟製程 是很普遍的 你連這個都要限制 就是你不讓我活了 不讓我活 我半導理產業 你全部都要封死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成熟晶片 並沒有如你所講的 有這麼多的軍事 國家安全的疑慮 對 因為你講什麼EUV 你自己說是說 國安的問題等等 就是AI 對 AI這些的 你現在連DUV都要限 EUV 所以我覺得荷蘭人也知道 這個東西說不過去 所以他為什麼要9月1號生效 趕快賣 這是其中一點 趕快賣 對 趕快賣 就之前不溯及計畫 第二點就是 他大概判斷那個時候 中美關係會好一點 緩一點了 對 是 有一點緩衝起 對 現在真的是有點緊張 所以這個當然 你看大家都看得出來 你看這個荷蘭好可憐 被美國逼成這樣子 然後所以亮哥講說 這個時間點也是要哪天的好 9月1號再實施 中間過程當中 其實他拖很久了 真的 因為美國從3月就開始逼他了 你看 不斷的逼人家 他拖很久 對 你看他壓力也是真的很大 所以中共大陸當然也知道 因為有三款的這個WV 就不能賣 亮哥說的 你這是要讓他不能活 然後所以這個外貿部長就說 這麼做是國安考量 但是美國要求的 但他有說 是有非常少數的型號 會受到影響 好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 亮哥說 如果說這個三款的DUV 都不能賣的話 中美可能會迅速的激烈化 這什麼意思 因為我知道 如果不賣 當然中國有 庫存一些舊的機器 也不是都不能生產 只是說 真的會造成卡脖子 這個真的是每天在用 這個是實在化 中華大陸做夢也沒有想到 連這個都在進 我說實在 你說華為高端晶片 不讓你做手機 因為你是針對華為 我比較可以理解 華為就是你的黑名單 這個是全面性的 對 這所有的 做成熟製程的半導體公司 都受到影響 也許兩年內 還可以用舊機器 那之後呢 是 還是會用到 所以這個邏輯上 是說不通的 你這個就是要人家 把人家置於死地 因為沒有這個 真的是不能做晶片 你當然這個會逼 中國的相關的 這個DUV的一些公司 因為據我知道有好幾家 他只好拚命 伸出來要有一些產品 我也聽到了 另外大家在講 有沒有作弊的方法 就是說化整為零 因為中華也不是 完全都不能做 他可能就是可以做出 相當大部分 可是有一些 關鍵的零組件做不出來 可能就化整為零 透過什麼樣的貿易方式 可是我覺得中華大陸 就不想搞這種違法的事情 大家都正規做貿易 你何必搞得大家都去 偷偷摸摸摸這樣 找門路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如果真的三款都進 我認為後果會很嚴重 因為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立刻會反映到高層 就你等於是全封了 你等於是要了 要把中國半導體整個打死 哪有人這樣搞的 你說的後果嚴重是說 中美之間會到很大的一個故意 我覺得中華大陸一定反制 我不知道是哪一項 搞不好是稀土 大家都來搞 因為你這個就是要自我於死地 因為如果只有EUV 那只有比較少的部分 可是如果是DUV 那對不起那就非常嚴重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DUV是成熟製程 中國大陸在成熟製程 已經發展得非常好 最大量 全世界都靠中國大陸 中國的成熟製程 你讓我做不下去 而且哪有什麼國安的問題 本來就沒有 這個到處都是 你所有的東西都是 對啊 連那個計算機也是 就大的 然後烤片包機也有 到處都有 對 因為成熟製程真的 它運用非常廣 我們都知道EUV它很高端沒錯 但是你在生活當中運用沒那麼多 手機這個就是比較會用到 但是你比較多的都是成熟製程 從開車到剛剛亮哥說的 烤麵包機這些 都是成熟的晶片 那汽車都是 都是 大陸就是在專門做這個的 然後全世界都需要它 所以大陸做的 也不是只有大陸用 是它是一個最大的製造商 要把它組合起來賣到全世界 你不讓它活 那你就是怎麼樣 會讓大陸整個產業都受到影響 那就是置人於死地 所以剛剛亮哥說了 大陸一定反制 尤其是大陸這個對外關係法 已經也出來了 也有這些法律工具 所以王毅就說了 面對嚴峻的挑戰 必須要保持戰略定力 知難而進 迎難而上 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 包括善用法治的武器 不斷的豐富和完善 對外鬥爭的法律工作箱 這個事實上就是 比如說我們隨便講一個好了 假設他決定要反制美國稀土 那怎樣才會有效 達成你的目的 他當然就要去警告 所有的稀土貿易商 你不要給我賣 就你不要給我作弊 你只要讓我抓到 我就把你排除在貿易名單之內 就把你排除在外 他一定就什麼叫 豐富跟完善 對外鬥爭法律工具箱就是 我會有越來越多的個案累積 我會知道這件事情 是如何完成的 我就掐你脖子 讓你動不了 逼你美國來跟我談 來做交易 就這樣 因為稀土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元素 你在做戰鬥機 然後導彈都會需要 美國當然也知道 這個是大陸可以卡你脖子的地方 但大陸從來都沒有用 因為他不希望跟你一樣 美國要怎麼卡人家脖子什麼的 所以美國也希望 也擔心 最近不是也找什麼澳洲 日本 希望能夠產稀土 但也沒那麼快 你必須有很多這個技術 是大陸還是有這樣子 稀土的產製能力 不然為什麼大陸 產的稀土 就是全世界最多的 這真的是可以卡你脖子的 當然也不希望走到這一步 不過美國不只是ASMO的問題 美國你自己也要卡人家脖子 你看葉倫要訪問大陸 但是這個消息也傳出來 同樣是彭博社 彭博社最早說葉倫要訪華 但是他也說 拜登政府可能也要批准 一項涉華的行政命令 切斷半導體AI跟量子計算 對華的投資 好 那個NVIDIA 就受到最大衝擊了 尤其是本來是A800這個 我彭博寫的那個是錢 錢 實務基金 對 這是錢的部分 這個是技術的部分 好 這個講 這是兩件事情 彭博說的是不能投資的這一塊 華爾街日報說 其實還有包括在7月初的時候 可能要停止向中國大陸客戶 輸出灰達等晶片 製造商的生產的晶片 因為灰達NVIDIA 曾經做了這款晶片 A800取代A100 讓中國大陸能夠賣 因為美國有盡力 所以推出了A800 不過NVIDIA 財務長就說 你禁止這個AI晶片 出口到大陸 我們就會喪失龐大的商機 因為NVIDIA的晶片 其實20%到25% 營收就來自大陸 因為NVIDIA 我看它最近的財報 它本來營收最多的是 比如說這個 我們講那個 那個線上遊戲 OK 就越來越逼真 那個3D的繪畫等等 可是人工智能崛起之後 它現在主要營收是資料中心 OK 大概已經有52%是資料中心 資料中心最需要的就是中國 而且中國資料中心 當然是跟美國是一起update的 所以它需要的 剛好就是先進晶片 事實上A800都不夠用 我講白了 當然NVIDIA有很多中低階的 是賣給中國 也佔了營收三郎大的比重 可是未來它這個高階的 中國一定是最大買家 是 最大的買家在中國大陸 你又不准它賣 NVIDIA 它的這些營收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他才會說 美國會喪失龐大商機 謝謝大家收看 下載中間新聞網APP 週週抽機票還有眾多好康 讓你今年夏天好好玩一下 這一波獎品非常豐富 有銀打旅行社提供 日本韓國泰國等旅遊夯利的來回機票 週週抽機票快來試試手氣 下載中間新聞網APP參加抽獎 就有機會把免費機票帶回家 還有孩子們最喜歡的 奇幻島探索樂園新子唱完門票 是小朋友暑假放電好去處 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參加抽獎 另外也有米特才藝中心的 樂高機器人 流體熊等豐富課程 讓孩子暑假不虛度 從遊戲中學習成長 只要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就有機會抽課程抵用券 以及最近非常熱門的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門票